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弟兄姐们 平安 我是郑杰哥牧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 《洛伽福音》第11、12章 因为第11、12章的篇幅较长 而我只能提重点的时间只有90秒 所以一开头 主教训我们的主导文 然而一般我们惯用的是 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那一段 其实真正主耶稣的主导文 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几章全章 不过我们一般又称那一段 主耶稣向天父替门徒们祈求的祷告 正式名称是大祭司的祷告文 在第十一章跟十二章以后 似乎主耶稣已经较少公开行神迹 更多的是教导他们面对敌对者的毁谤 与如何警醒警戒 免得落到法利塞人和犹太人的迷惑 也可能正因为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 从世面八方来看耶稣的 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跟随基督 而是想来看耶稣行神迹的 是来凑热闹的 所以他才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纳的神迹以外 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 在十一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 祈祷一个法利塞人请耶稣吃饭 耶稣竟然去了 而耶稣饭前竟然没洗手 这事的确有意义 平常因为他们不是用刀叉 也不是用筷子吃饭 而是用右手取食物的 一般都会先洗手再上桌用餐 然而看上下文就晓得 主耶稣正是故意要给他们一个把柄 然后耶稣倒过来指出来法利塞人 他们的盲点 你们法利塞人洗尽杯盘的外面 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 这一切都是耶稣他设计好的 好吧 我们一起来读 《路加福音》第十一十二章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 凡亏欠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 半夜到他那里去 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 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 那人在里面回答说 不要搅扰我 门已经关闭 孩子们也捅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来给你 我告诉你们 虽不因他是朋友 起来给他 但因他情辞迫切的执求 就避起来 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寇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 谁有儿子求饼 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 反拿蛇当鱼给他呢 求鸡蛋 反给他蝎子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 给求他的人吗 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 鬼出去了 哑巴就说出话来 众人都稀奇 那中却有人说 他是靠着鬼王别西普赶鬼 又有人试探耶稣 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他晓得他们的意念 便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荒场 凡一家自相纷争 就必败落 若撒旦自相纷争 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因为你们说 我是靠着别西普赶鬼 我若靠着别西普赶鬼 你们的子弟赶鬼 又靠着谁呢 这样 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壮士披挂整齐 看守自己的住宅 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 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 胜过他 就夺具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 又分了他的脏 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敌我的 不同我收据的 就是分散的 污鬼离了人生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既寻不着 便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 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便去另带了七个 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景况 比先前更不好了 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 众人中间 有一个女人大声说 怀你胎的 和如羊你的有福了 是 却还不如听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当众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开讲 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他们求看神迹 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怎样为妮妮为人 成了神迹 人子也要照样 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 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要起来 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她从地籍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看啊 在这里有一人比 所罗门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 尼尼为人要起来 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尼尼为人 听了约拿所传的 就悔改了 看啊 在这里有一人 比约拿更大 没有人点灯 放在地印子里 或是斗底下 总是放在灯台上 使进来的人 得见亮光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辽亮 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所以你要醒察 恐怕你里头的光 或者黑暗了 若是你全身光明 毫无黑暗 就必全然光明 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 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耶稣同他吃饭 耶稣就进去坐席 这法利赛人 看见耶稣 饭前不洗手 便诧异 如今你们法利赛人 洗进杯盘的外面 你们里面 却满了勒索和邪恶 无知的人啊 造外面的 不也造里面吗 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 烦物与你们 就都洁净了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 云香 并各样菜书 献上十分之一 那公义和爱神的事 反倒不行了 这原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喜爱 会堂里的守卫 有喜爱人 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如同 不显露的坟墓 走在上面的人 并不知道 律法师中 有一个回答耶稣 夫子 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 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 因为你们把南丹的担子放在人身上 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 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 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 你们又正名又喜欢 因为他们杀了先知 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 所以神用智慧曾说 我要拆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 有的他们要杀害 有的他们要逼迫 使创世以来所留众先知血的罪 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 就是从亚伯的血起 直到被杀在弹劾殿中间 萨加利亚的血为止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 你们律法师有祸了 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阻挡他们 耶稣从那里出来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 引动他多说话 私下窥听 要拿他的画笔 第十二章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 甚至彼此见他 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 就是假冒为善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 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 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 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 在内侍妇儿所说的 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我的朋友 我对你们说 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 不要怕他们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那杀了以后 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正要怕他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 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我又告诉你们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人带你们到会堂 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 不要思虑怎么分诉 说什么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夫子 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断世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天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初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 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材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你想乌鸦 也不重 也不收 又没有仓 又没有库 神尚且养活他 你们比飞鸟 是何等的贵重呢 你们哪一个 能用思虑 使瘦数多加一克呢 这最小的事 你们尚且不能做 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龙门 极荣华的时候 它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型的人呐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 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 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 周济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尽 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你们腰里要树上带 灯也要点着 自己好像仆人 等候主人从婚姻的 研席上回来 他来到 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叫他们作息 自己树上带 敬前伺候他们 或是二今天来 或是三今天来 看见仆人这样 那仆人就有福了 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 就必警醒 不容贼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仁子就来了 彼得说 主啊 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 还是为众人呢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家 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 看见仆人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那仆人若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 并且吃喝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地处置他 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却不预备 又不顺他的意思行 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唯有那不知道的 做了当受责打的事 必少受责打 因为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 我来 要把火丢在地上 倘若已经着起来 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 我有当受的喜 还没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你们以为我来 是叫地上太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 乃是叫人纷争 从今以后 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 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 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 父亲和儿子相争 儿子和父亲相争 母亲和女儿相争 女儿和母亲相争 婆婆和媳妇相争 媳妇和婆婆相争 耶稣又对众人说 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 就说 要下一阵雨 果然就有 起了南风就说 将要燥热 也就有了 假冒为善的人啊 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 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 什么是合理的呢 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 还在路上 勿要尽力地和他了结 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 官交付差役 差役把你下在尖里 我告诉你 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他们还捡个事 白正在尖里 山智 若有半文钱 与我 有人 老大 老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